这个问题呢 这边有一个打开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在最右边综合练习里面 我如果希望 这个地方有个手机1栏的栏位里面 我希望能够帮我把后面三个栏位 就是F到H栏里面的讯息 帮我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电话号码 那这个完整电话码里面有一些相关讯息 11的话就是前面一定是09 0911 那84的话呢 因为会有三码 所以要补一个0 084 7的话呢 也是要补两个0 要007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会有第一个你可能需要了解的 自串的串接 在公司里面怎么做 我想大家应该如果有用过公司 应该说用and的符号把它串接 那自串跟公司之间的串接 把它串好 那第二个问题可能需要了解什么 你要重复几个0 比如说呢 这边84 那它有两个字 那其实我们总共要三个字 就total啦 所以呢 这边呢 假设啦 以那个逻辑上来看 就是你可能第一个要先知道 这里面有几个字 那它的total一定要三个字 不足的部分要补0 所以你可能需要的逻辑就是 用三减掉它的字算长度 如果两个字减完之后 剩一个字的话 那你就要再补一个0在它前面 这个是它的逻辑叙述啊 假设我的逻辑叙述是这样的话 那像是7的话 是它的一个字嘛 那一个字的话呢 总共要三个字 所以三减掉一个字 就补两个字在前面哦 OK 那如果说刚刚的叙述啊 你要把它做出来的话 这边会需要用到两个函数 第一个是算长度用L1 第二个函数是重复几个0 用REPT OK 那REPT的话 这个我想 比较 这L1应该有应该有用吧 这常常用到这个算长度 所以如果你比较不熟的同学啊 前面有一些REPT的这个范例啦 如果不太熟 那可以先利用这个来做练习啊 REPT的话就是 重复几颗星好了 那几颗星如果说呢 你比如说这个人的那个什么销售量 每一百个 满一百就给一颗星 两百个就给两颗星 意思类推 那这地方啊 我们要怎么做呢 当然你可以插入函数的时候 找到那个 上面先插入函数 找到 那我的习惯 当然你可以在全部里面找 不过呢 我是建议你慢慢要有习惯 就是把函数做分类 因为如果你没有分类的概念的话 你很容易 就是学习上面会没有章法啦 有个反正就随便 也不知道哪一类哪一类 那我建议是你可以 把一类学完再换下一类 再换下一类 每一类全部各个击破之后 那你以后就很清楚了 哪一类该做什么问题 用哪一个函数 很快速可以解决掉 那比如说以刚刚的问题 都在文字函数里面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个文字类 这个文字里面 会有一个 那文字类里面就这么多啦 我是建议里面 每一个都要最好 最好要能够熟悉 会不会用到 其实大部分都会用到 像不少哥们用过 那个什么ASC 第一个 ASC什么用途呢 其实就是什么 把什么呢 全形转半形 应该有用 遇到全形字吧 全形 如果你要把所有的全形变半形 那就是ASC 那大家反过来 半形转全形怎么办呢 里面也有 里面就有一个 就是Big 5 Big 5 这个可能比较少用 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你要CHAR CHAR 就是字元 如果你要取得 就是内码 内码表里面哪一个字的话 那你可以用CHAR 什么时候会用CHAR 其实还是会有接用到 像有的时候 我们要抓那个栏位名称 那栏位名称是一个字元 一个英文字 可是你如果刚好 你只知道它是第几栏 你不知道它是哪一个栏 就是把数字要转成文字 这过程当中 那你就必须用这个CHAR 去把它怎么样 比如说它的位置哪一栏 那你就是在对照那个内码表 去把它转换 比如说你的是一栏 那你不能直接给它五吗 那你要怎么把它五变成一 这个过程你可以用CHAR OK 那株子类的还有很多 那还有什么Core也会用到 Core的话也是内码 像这个常用的之前讲过 其实我们范围里面也有 就是像比如说一个 一个初春歌里面 可能有数字 有英文 有中文 有这么多 但是你可能只要留下 因为常常它的位置不固定 那变成你怎么办呢 你若用人工来处理的话 不得了了 你怎么 你要切出里面 假设里面你只要留下数字 其他都不要 那怎么办 OK 方法很多了 不过直觉想到的 就是用那个Core Core的话可以怎么 去找到它的内码 那当然你这边还要配合什么 切字串 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切出来 检查看看 那它的内码是不是在数字的那个范围里面 如果是的话 就帮我保留下来 如果不是 那就略过 这样的话 你的数字就留下来 同理 英文也是一样 中文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的是 资料里面的 某些 这个类型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用Core OK 不过这也算是 我们是用很多 可是一般人不知道的话 那他只能涂法链钢 那涂法链钢很恐怖 你看这么多资料 怎么慢慢去切割了 那这时候其实眼睛会受伤 手也会受伤 那你慢慢看 但如果你会的话 问题马上解决 OK 那实际上 这个后面我们有一个范例 也是在讲这些东西 那诸如此类的 所以如果你要怎么样 变成一个 这个函数的达人 没有别的诀窍 每个每个 你如果都会用的话 还有 如果像 像什么文字 就是形态要转成数字的话 强制转 那其实这边也有一个 之前我们后面好像也会用到一个叫Value的 最后面这一个 就是将文字资料的形态转成数字 那什么意思 因为像那个数字 如果前后有双引号 你看起来虽然是数字 但是它实际上在Excel是文字 那可是问题呢 你如果未来可能需要做一些判断的时候 需要是一个数字的话 那你需要转换吗 那转换就像Value 很多人也不知道 所以从头到尾 有没有 第一个 当然中间 如果是有时间的话 可以慢慢再去了解 那了解也非常简单 官方都有一些说明档 下方会有重点 在底下会有函数说明 所以没事的话 才会看一下看一下 然后慢慢习惯 它的官方说法真的 设计的不是很好 就是有点像字典 但那个字典又不是很合理的字典 因为为什么 因为里面的都是翻译过来的 而且翻的又不是很好 不过有时候 你看这些说明档的时候 就是要了解 也不用不求圣洁 看重点就好了 慢慢去揣摩 OK 那我们先使用的是 那个Repeater 所以你找一个Repeater 那Repeater 如果今天我要几颗心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Test 重复什么东西 第一个你可能要慢慢习惯一个就是 看懂前面的 他会跟你要一些资料 那所谓的函数 基本上简单讲起来 就是有一点互动性的 他会跟你要 这边有两个参数 或者叫引数 他一翻译叫引数 你要给他两个资料 你给他两个资料是对的 他就会return返还 所以Function的话 其实函数就是Function 就是有返还一个结果 有点是问答 你给什么 你给我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Test 你给我什么Test 给我要重复的那个字 那我要重复哪个字 重复的是 这一个 就是信号 所以上面有信号 或者你打个信号也可以 他会帮你把这个信号放进来 那Lumbertimes 意思就是你要重复几次 那重复几次的话 其实根据什么销售量 要每100 100个销售量给一颗心 那不过他现在因为放进来的话 那他是158 所以你必须把它除以100 除以100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在他的这个地方会显示出来 1.58 那也就是 不过你会发现 那信号没有1.58的这个东西 所以理论上应该要把那个1.58 舍弃掉 因为我们其实啊 如果你还没有满100颗 即便是199 他也不会进位 还是一颗心 除非你是200 那就会变两颗心了 那这个概念就是所谓的 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那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 这边有提到 就是我们可以用什么int int实际上就是int 就是整数的意思 也就是把你的资料留下整数部分 小数点的部分就去掉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这个地方 前面再打一个int 打一个int之后 前面再补一个int 前刮弧 再一个后刮弧 那你会发现呢 1.58那个就不见了 那你把它按确定之后的话 再来一颗心就出来了 那再来就是再把它向下填满 把它也许置中一下好了 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那不过向下填满的时候 注意一下就是c1 因为我要取得c1那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向下填满它会自动把1变2 2变3 所以你可以在1的前面锁一个前的符号 向下填满裂号会增加 向右填满蓝号会增加 因为我们只有向下填满 没有向右 所以其实c前面不用锁 比较标准的做法是锁1就可以了 ok 然后你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这个repeat的练习 那LEN或者MID 这边有其他相关的范例 我想各位可以试做看看 我觉得LEN也比较简单 身份字号是否正确的话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范例上面 这边有个长度 你也可以LEN 那LEN其实也在文字里面的LEN L开头的 所以你往下找 LEN 顺便讲一下 LEN下面还有个LENB 这两个还蛮有意思的 LEN算是有几个 LENB是算什么 算败者 有几个败者 LEN不管中文 英文 数字都是一个字 一个中文字 一个数字 一个英文或者全形也都一个 LENB的话 它最大的差异是 中文字就变两个败者 那如果是半形的 半形的就一个字 半形的那个数字跟英文都一个 那如果全形的还是两个 OK 所以这个 当然这里面可以做出什么差异 其实这里面有时候你可以 利用这个方法去判断 到底你的那个字串里面 你的文字里面 有几个是全形或中文 全形或中文 有没有 就是两个 两个算完之后相差的 其实就是 它里面可能有的全形 或中文 那如果你要把里面说中文算出来的话 其实怎么样 还可以把 干脆把全形 转为半形 那全形转半形 中文不会影响 它还是中文 它不会因为 转了半形之后 它就变一个败 不会 所以转完之后你再算 里面其实剩下就几个中文字了 所以LEN 跟LEN B 两个混在一起 你可以用它来算一个出圈格里面有几个中文字 应该可以懂那个概念 OK 那这里面还蛮多 你会发现像LAPS也有LAPS的B 那个B其实都一样 反正只要有一个后面的B 都指的是用byte来切 或者用byte来算 OK 那这一题当然我们是用LEN 按确定之后 一样就是说这边10个字 当然长度是否正确的话 当然身份之号我们是标准是10个字 如果多一个字那就错误了 所以旁边你还可以再做一些逻辑判断 是否正确 OK 那底下当然底下还有其他的 像那个算性别 如果这个性别可能就不是LEN 这个是用MID 第二个字切出来之后 告诉哪个性别 那如果1的话就是男生 2的话就女生 所以这个也许你可以自己练习看看 答案的话讲义里面也有 云端上也有 那MID函数是属于比较基本的 我刚刚讲这些都比较基本函数 那利用有这些概念之后 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那个REPT加LEN的概念 看看有没有办法把那个像手机 这个地方的答案给做出来 那除了我们刚刚讲REPT加LEN之外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其他函数有没有办法帮我做完这些事情 OK 那也可以想想看 那如果你知道的函数越多 解答的可能性就越多元 你可能就是效率当然相对越高 好 那再来也许你可以再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延伸到VBA 那VBA的形式基本上就两种 一个就是什么 旁边一个按钮按下去 全部事情帮你解决 OK 第二种就是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叫什么 叫做手机函数好了 这个手机函数就是你提供给他三个资料 他提供给你完整的结果出来 那当然在Excel里面没有这个函数了 所以你就自己要把它变出来 那个叫自定函数 如果有自定函数 你工作就变简单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每天再下一堆工资 我都强烈建议你把那些工资变成一个自定函数 为什么因为你以后就不用再去下那些工资了 而且可能你要一串 但是在自定函数做完之后 其实只要一个指令 事情就全部解决了 OK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如何做 从函数再到有没有更好的函数 更高阶的函数 或者更进阶的函数解决问题 再延伸出去就变VBA了 所以我们的大概课程的进度 反正未来后面都是以类似像这样的形态 一个问题如何解决 然后解决的方法可能有函数 可能有VBA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解这个部分